洪佳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查了个半天 没有查出动机来 而且还把很多的错都推给死无对证的洪仲丘 军检在今天是一口气起诉了18个人没有错 但到底是谁害死了洪仲丘呢 动机又是什么 家属说没有动机没有真相 那么军检表示洪仲丘曾经被查获篡改个人的体测成绩 连长徐信正将惩处改为罚勤七天 但是洪仲丘又以即将要退伍为理由 不愿意背负执行勤务 导致徐信正上市范左线等人 他们对洪仲丘很不满 似乎是把原因都推给已经过世的洪仲丘一个人 洪仲丘枉死案均捡一口气起诉18人 这些人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整场记者会有事实却没真相 每一个人对于洪仲丘之间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满 那这些不满汇聚在一起 特别是呢连长 根据军检的调查报告 洪仲丘在5月6号曾篡改自己的体能测验成绩 为的是能够争取提早放假 不料被查获之后 洪仲丘向连长徐信正表示 自己以后有意报考公职 不希望留下污点 所以徐信正就将存储改为罚勤七天 罚勤七天之后 洪仲丘就借库说他因为退伍在即 不想背执心 那造成了其他人员的包含犯走线的不满 后续呢就借用这次的这个违规攜带 照相手机 军检强调洪仲丘篡改成绩 不卑之心才会惨遭长官修理 似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一个 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的死者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 这个犯罪的动机 因为在一个这样的时空结合在一起 对于谁要整死洪仲丘 洪仲丘又是不是得知其他内情 得罪上级 相关动机等关键 军检却知词外提 家属丘真相的卑微要求 真的有这么难吗 真新闻综合报道